照片中开心拿着奖杯的选手 是来自高雄茂林区多纳村的卓瑞贤 刚在2019IC体验C国际咖啡杯策大师赛 代表台湾参赛荣获冠军 我们是从22个国家 6个国家是6个题目 我们每喝完这6杯 我们要猜出这6杯是什么国家的豆子 所以基本上有22个国家让我们去选 让我们去计那个风味 然后最后作答的时候有6题 你要猜出这6题是什么 他这次拿到冠军我们是 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可是我是希望他能够 在咖啡这个部分能够学得更多 还是要稀稀的去学习 因为太多领域了 卓瑞贤表示原本他对咖啡 没有太大兴趣 是因为从小家里种植咖啡树 看到父母亲很努力的栽种咖啡 所以觉得身为长子的他要尽一个责任 才投栽进咖啡领域 这一次获奖让大家看见茂林区 除了世界有名的紫斑碟之外 山谷里还有浓浓的咖啡香 这一次很高兴听到我们多纳这个区 能够有出这么优秀的一位青年 拿到国际咖啡杯策大赛的冠军 那也证明其实我们在多纳咖啡这里呢 有非常好的品质跟非常好的环境 那我想我们瑞贤也非常的努力 才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殊荣 我想未来我们会协助多纳区 怎么把这个多纳咖啡变成高雄的一个很重要的品牌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品牌 能够推广到亚洲甚至全世界 它的咖啡非常的顺口 那还有就是它的最后的那个味道 就是不会像外面这样苦苦的 蛮好喝的蛮顺口的啦 对对对所以我们又隔了两天 又马上骑车过来了 巴巴封在之后 茂林区一直希望能走出去 让在地产业或人才也能被看见 经过十几年后 除了富裕子班碟有成之外 卓瑞贤故乡的多纳开启咖啡箱 让游客到茂林游玩中 也可以品尝在地咖啡 原事新闻DACU高雄茂林采访报导